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投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也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好的,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刚刚有点事,刚刚有人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过来 那么我们就先不回复他 主次我们分清楚 好的,那么我们第一把是一个六号位的大忠臣 主公选择了左边边右边边边边边男人边边女人的左大仙 那么他反正我个人认为左次你一开始的两个化身 会决定你后面的 你如果一开始的化身比较给力的话 还是比较能打后期的 那么当然你人品好的话 卖到的化身比较好 那也是你的一个RP 那么我们是个六号位的大忠臣 这个主视角玩家选择了这个大理如 喜欢烧屁股的大理如 那么不知道这一把我们能不能烧起来 总共有一个人要被我们烧一个屁股 不然的话感觉体会不到我们 例如开大的这个爽感 开大的这个乐趣 让这一切都灰飞烟灭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那么火功怎么比得上奇色来的痛快 那么这个酸上香反正和借大桥一言不合 就去干了这个借大桥 反正他没来没去干左次去干大桥 反而他也是个奶妈肯定要干 好的这个曹洪啊 这个光阴萍啊都去打这个我们的香香啊 那很好啊本来就是香香要给我们吸引火力的啊 不然的话就要来打我们了啊 好 那么你香香啊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爱死死爱活就活 反正你活得了灵桶这轮啊 你也不一定活得了我们这轮啊 好 那么 乘风之危 御风之势 御风之势 那么 这样子的话他应该是个内奸啊 因为没必要在我们忠臣面前装内装内奸啊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忠臣啊 渐渐齐发啊 这样子的话我感觉啊 我感觉啊 我感觉人头在向我们招手啊 有没有 反正反正啊 借大桥的人头啊 是我们妥妥的啊 有 让这一切都灰飞烟灭吧 哈哈哈哈 那么大桥借大桥现在要两个桃子 那么就算侥幸被大桥你救救活大桥了啊 我们还能绝奔一下 反正说你大桥啊怎么死啊 怎么都是要死的啊 好 那么决斗一波光阴萍啊 再砍一刀啊 那 其实不砍的话直接决奔 被把光阴萍给奔死啊 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这个拿这个就是说说了他的人头牌之后啊 还不用气啊 因为我们的灭迹是在这个 哦 决奔啊 我们的决奔是在结束阶段啊 现在结束阶段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也不亏啊 说了观音频 然后再奔一下 诸葛亮 你不是喜欢关心吗 哎 制的就是你的关心啊 制的就是你关心啊 有可能别人对你说啊关心啊 有可能说我制不了你关心这个啊 那么你的你的你的空城啊 你的空城在我们礼儒面前啊 就是说我们不用杀都能怼你 是不是啊 那么火杀一刀啊 内措杀不放过啊 吴勇之人死啊 对不对 反正绝本治理空城啊 妥妥妥妥妥 因为我们手里有无限啊 所以就不在乎这个乐啊 给诸葛亮啊 哪怕啊哪怕这个乐没有添过啊 我们照样搞诸葛亮啊 我们照样搞诸葛亮啊 为什么啊 吴勇之人啊 吴勇之人啊 吴勇之人 吴勇之人怎么 当然要死了 对不对啊 吴勇之人死 好 那么我们把刚刚我们佐大仙的乐给拆了啊 所以啊 佐词啊 你心里明白啊 谁是忠诚 谁是内奸啊 看来你的脑子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哼 你走投无路了 那么这一波其实我们虽然这个封城啊 烧的还是比较爽的啊 但是我们感觉这个绝笨啊 也是被我们玩的挺溜的啊 绝笨也是被我们玩的挺溜的啊 好的 那么我们第二把是一个四号位的大内奸啊 那么主攻选择了我们的这个主流主攻阿笨啊 我们的大笨啊 那么主持人玩家是选择了这个神将啊 神司马一啊 那么这个老玩家肯定是比较清楚了啊 那么新玩家就不一定知道啊 因为这个三神的三神的就三包的神将啊 虽然呃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出现了啊 但是在online上也是就是说近近几个月才上线的啊 那么神司马啊 忍戒啊锁定剂当你受到伤害后 或啊于气牌阶段内气质手牌后 你获得X每忍标记啊 X为你的伤害之或者是气的手牌数啊 第二个技能连破当你打死一名角色后 你于此回合的结束后啊 此回合的结束后 此回合的结束后所获得一个额外的回合 第三个啊就是半应啊 就是觉醒剂啊 准备阶段啊 开始时若你的忍啊 忍的标记数不小于四啊 就是说大于四 你减一点体力上限啊 然后获得这个极略啊 那么极略的话啊 就可以发动什么放逐啊 鬼才啊啊 极致啊 还有还有个谁 制衡啊 还有个制衡 就是说你每发动这四个技能里面的每一个啊 你哪怕就要先哪怕要发动那个 制衡啊 你就先弃一个人 哪怕你要获得这个极致啊 也要弃一个人啊 啊 那么大致技能就这样子了啊 那么反正不知道 一开始这些家伙在干什么 我也没 反正就是说这个 这个流邪不知道是什么鬼啊 起手来乐我们 造营的话也没干什么 呃 他反正去干流邪 那么流邪他起手 没有来干我们啊 那 没去干主红啊 那他应该是个大都城啊 无其能逆片而为 哈哈哈哈 这个哈哈哈哈 我反正不知道是 这个三国沙里面 不知道是被哪个家伙传出来的啊 还是大嘟嘟啊 还是什么啊 还是那个司马仪啊 反正都是哈哈哈哈 那么司马仪说有什么哈哈 司马仪不是天命 哈哈哈 好那么反正就 其实啊 流邪是忠诚啊 不知道这个孙奔这个龟袜子啊 反正跟跟他一言不合的就干起来了啊 一言不合的就干起来 好 那么反正你们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啊 我们 我们啊 反正就是说 咱忍呗是不是 反正敌不犯我 我不犯人啊 敌敌若犯我啊 我马上就让你死掉 这ид旅了 是不是 你看像场上 这个吕蒙啊 流邪啊 都比较残的啊 当然这个佐茨 我想说这个 你想来给我们打打工也可以啊 但是 不要给我太过分啊 当然这个南蛮收益并不是很大 当然 干掉了一个 主中方的一个 一个强烈的忠诚啊 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啊 好 酒 好 哎 这个规划 不乃儒雅之事,不需与诸将争功 不乃至制衡或者丸杀,还漏了一个丸杀,我忘记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啊,奏勇南蛮AK 那么我感觉啊,我感觉这个我们都不需要积虑了,我们感觉 只要啊,只要收了一个人啊,我们就能源源不断的发动连破啊,源源不断的发动连破 好,那么这个连弩没必要去气掉啊,你太相信你的那个了啊,太相信你的那个了 好,那么我们现在收了离点啊,我们就有连破了啊,我们就有连破了,你就 哎,不要说我弃完牌啊,我怎么又有一个回合了啊 别忘了啊,这是我们的技能连破啊,是一个额外的 杀了一个人啊 当你杀死一面就是后啊,你与此回合结束后,获得一个额外的回合啊,额外的回合啊,那么 那么,现在就比如说就是这个什么 多米诺骨牌效应啊,这个看左磁死了之后啊,我们又有连破了啊 好,剑剑齐发,你元素元素不死,不死的话,我们火攻还能 还能攻死你呢,是不是啊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活捉这个 阿笨了,那么现在我们神四嘛,觉醒之后啊,绝对是 一来啊,我们的状态也比你好,二来我们的 这个 技能啊,也比你多啊,也比你多啊,我们除了人界之外,还有 连破啊,一个 那个什么鬼才,放逐,极致,制衡,玩杀,加上连破就是有六个技能啊,我们现在是一个三血六技能啊,包括加上人界就是三血七技能啊,那么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可能玩不过你啊,是不是啊 啊,啊,啊,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执行四倍数,来看我们的神将啊,怎么活捉 司马仪啊,因为 对,你看,孙特他有这个玩家,他有可能就是对这个司马仪 不了解之类啊,他以为就是没没有那个 反正我们他看我们一刀,我们七个人,我们发动放逐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限制你的这个觉醒,是不是啊 那么反正也是,这个也是啊,就是 司马仪这个家伙啊,挺会人,挺会人的啊,你看 三国演义里面啊,那个 诸葛亮怎么击他啊,他他都不出来啊,是不是 反正就是 作用最后的胜利啊,这个也挺符合 最绝的胜利啊,也挺符合这个 这个三国的历史的啊 我们这个司马仪啊,收取了最后的胜利啊 好的,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 本期视频的这个最后一把录像了啊 那么最后一把,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大 内奸啊,那么 主公选择的这个 曹老板啊,这个标曹老板啊,也不是 神曹老板,更不是戒曹老板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标曹老板啊 好,那么我们身为一个二号位的大内奸呢 像这个 菊花刀啊 啊,加一码啊,是我们很喜欢的东西啊 这个 当然你 吵吵他起手来 拆我们,杀我们,其实是 很正确的啊,因为你看 我二号位逮了一个这个 输出比较 这个 二号位 呆了一个这个 呃,什么 还是比较暴力的一个武将啊,你说你不来搞我啊,来搞谁啊,是不是 好,乐不思俗 哦,好,那么我们反正 举手票类是一个未知的身份啊,所以 呃 既没有干曹老板啊,也没有干我们的假大爷啊 那么一个老板一个大爷,我们怎么 哎呀,我们辈分就 按照辈分肯定就搞不搞不过他们 是不是 有一个老板给我们发工资的啊 啊,这个大爷嘛,反正比我们高一倍的 你说的,当然 都什么都干不了啊 好,百战之身 奋勇屈前 哎 这个周泰,你在我们 在我们旅部面前装忠诚啊,你是 呃,没必要给我们 没必要装内奸啊,没必要装内奸 好,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新武将孙前啊 可以了解一下啊 因为我在这个视频啊 在前两期视频里面也做了这个武将的分析啊 牵牙啊,三学 两技能啊,牵牙,当你称为锦囊牌为目标后 你可以将任一张手牌啊 任一张手牌交给一名其他角色 二,说谋啊 出牌阶段结束时啊 你可以与一名 角色拼点,若你赢啊 则 视为孙前使用无中生有啊 若孙前没赢 则这个 是齐队 孙前使用过河拆桥啊 重生者生 重流者死 哎,这个 这个 布置这个龟袜子啊 我们也没有 他是个忠诚啊 那你没必要来干我们啊,我们 只是 想装一个家一马而已啊 这个 也没动草老板啊 啊那么 好吧 防止布置来搞我们啊,我们就 将就啊 跳一个忠诚的身份啊 那么这样子的话大部分 场上的所有身份已经出来了 有可能啊 在有些反贼人 反贼的眼里啊 像这个流邪啊 潮人 潮人不知道 潮人去连了 孙前和那个 当然孙前他什么东西都没干 所以 很可 在反贼眼里啊 有可能孙前啊 你是个忠诚啊 你看 你这个 孙前你刚刚没动啊 就被那个 搞成一滴血了 确实也是比较可怜的啊 也是比较可怜的一个人啊 好 过河拆桥 哎 这不拼 你看 从生者生 从留者死 是不是 那你刚刚流邪没必要把牌还藏在手里啊 孙前跳得很反 很反了 所以你直接爱飞四十黄恩啊 直接给给孙前啊 直接给孙前 哎 这个 流邪这个家伙也是不怎么 不知道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啊 不知道脑子里在想什么 好 那么我们反正就乐一个 谁反正都无所谓啊 杀 吐喊吧 哀求吧 那反正 这个 希望孙前能死在我们手里啊 因为我们 一啊 我们手也比较长啊 你说这个 这个 青龙眼月刀能砍到孙前啊 二来啊 我们有一把 诸葛连弩啊 我们希望孙前能 死在我们手里 嗯 最巧啊 就是来死在我们手里 不然的话 这个 被 你说被主攻收了吗 也可以啊 当然 最好就是被我们收了 还有啊 我没有股定刀加上 神负一啊 还是也是能砍到孙前的啊 也是能砍到孙前的啊 啊 多行不义 必自弊啊 宠生者生 宠流则死啊 不把 不把 这个流血的 这个腾甲扒掉啊 哎呦个龟袜子 你刚刚复制你把 这个 流血的 腾甲扒了 还这样 曹老板这个南蛮就稳稳的压 流血一吐 一滴血了 是不是 啊 那么 桃一个啊 能不能让孙前死在我们手里 死在我们手里 我们是最喜欢的啊 因为我们手中啊 有一把 神器啊 就是我们菊花刀啊 那你说哪把武器还带花的啊 只有这个菊花刀才会 才带花 是不是 好那么连弩我们就 藏在手里啊 因为 这把连弩啊 我们要藏起来啊 因为这个 是把大厦 大凶器啊 是把大侠器啊 这个我们要靠这把连弩 我们要来翻盘了啊 好 艾飞四寿黄恩 堪此重任 啊 你就一个位将 而且是一个曹人 也不是你的好人啊 不是你的人 所以他不会来给你 他不会来给你这个 护驾的啊 好那么 你不知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啊 别给我过分啊 你现在应该只能发动四次 定判了啊 因为 反贼减了一元啊 反贼减了一元 好 火宫 哎 这个 那你这个鬼话 曹操啊 那你不会先放无骨 先放无骨 然后再 火 火 火宫流血 这样的话 他不是死的更 更厚了吗 是不是 你火杀还不一定的命中 他有个天命啊 那你火 先开无骨 让 流血拿一张牌啊 这样的话你火火烧他不是烧两滴血呢 命中率就高了啊 好那么你反正也是来给我们打工的啊 你来给我们打工这样子的话 我们手上啊 开了一个万剑之后 收了人头牌啊 这么多杀 就拿出我们的 大杀器啊 我们的大凶器啊 还有哪个 敢挑战我 哈哈哈哈 你敢利益吗 你反正现在 利益曹操 我们也无所谓啊 一啊 你不要把曹操利益死 二啊 布置他不会失票的啊 因为他是一个中臣啊 所以他没必要说打死主宫 主宫啊 送反贼啊 诶这个你不知有一点过分咯 有点过分啦 三个其上啊 也不是我的对手 哈哈哈哈 你说这个 反正我们也是跟 跟跟什么 跟我们上一把的那个 神司马一样啊 我们忍啊 忍到最后 我们在 反正就是说 不出啊 不明则疑啊 一鸣惊人啊 我平时啊 躲在角落里面 你看不到 看不起我啊 但是我 我让你看得起的时候 你就是你 就是你们输的时候啊 就是你们 就是你们阵亡的时候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啊 也就到这里 结束了 那么结束之前啊 也有两句话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第一句话就是 屏幕的左下方啊 有一个 投稿邮箱啊 希望广大的玩家啊 能给彩虹 踊跃的投稿啊 第二句话呢 就是传说当中的 谢谢大家咯 好的 谢谢 大家 请不吝点赞 看一下 感谢观看